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在达沃斯发表演讲,重炮轰击北京,表示绝不允许这种以国家计划经济打乱国际贸易秩序的掠夺性贸易。 在此之前,川普在达沃斯接受记者采访时,针对奥巴马17开始打造的围堵中国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TPP的立场发生零件变化,首次打开了美国重新加入TPP的大门。 上个星期,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国会地交错词强硬的报告,指责中国没有遵守WTO倡导的市场经济导向政策,至今拒不履行当初加入WTO时的部分关键承诺。 报告坦承,美国当年Nutco错误的RDQUO,支持了中国加入WTO。 新年一时,川普政府在贸易战线,向北京彬彬发难,贸易战是否迫在眉睫,编繁出现的贸易摩擦,会不会成为美中交流的前奏曲。 嘉宾,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,历史学者,独立时评人,张立凡主持人徐波说,川普在达沃斯的演讲里,有点中国的名,但是,矛头所向非常明显,指中国是在用WTO国家,计划经济ARTCO,从事扰乱国际经济秩序的LDQUO,掠夺性贸易RDQUO。 请问胡平先生,您怎么看川普针对北京的LDQUO,重划RDQUO,川普的指责公平麻,胡平表示,川普的批评是有道理的,他说,今天的中国算不上市场经济,不过离国家,计划经济也很远,川普提,道德掠夺性贸易,主要是指中国侵犯支持产权,和利用国家补贴提高出口优势, 这些当然都是合乎实际的,但美中贸易的问题,比这些更严重,更复杂,今天的国际贸易,除了产品的自由流动,还包括资本和私人企业的自由流动,美国有大量公司搬到中国来,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,造成美国自身产业的空洞化,和大量工人失业, 与此同时,跨国公司获取更高利润,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,另一方面,美国的消费能力高,中国消费能力低,大部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还要返回美国销售, 这就造成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,甚至债务问题,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胡平说,更重要的是,中国是各一党专政的国家,在美中贸易中,中国政府成了最大获利者,这种贸易到头来,反而帮助了一个专制强权的崛起, 胡平表示,在这些问题上,还看不到川普有石膜样的对策,阿比狗狗等于WIDOWADSBYGOOGLE 许波说,那么,相较于他对北京不点名的攻击,川普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,TPP问题上转变立场就更为直率了,他为石膜重新打开美国,加入TPP的大门, 他在这个问题上,转变立场,有什么重要意义,胡平说,川普转变立场是件好事,因为当初奥巴马推动TPP的时候,本来是想克服W2的缺陷,建立更完善的规则,同时遏制中国,因为TPP规则更严格,涵盖面更广,比如提到贸易和服务的自由, 按这一条,电信,银行,新闻这些行业,就应该允许自由进入,而且TPP对于劳工权益也有更好的保障,禁止用压低人权的方法,来竞争,所以这不仅是经贸协定,也含有政治内涵, 但话说回来,当初中国加入W2时,也表示,要接受规则,进行改革,但常常违反,而国际上有没有相应的制裁能力,那么TPP作为经贸协议,有多大的直行力? 这是个问题,胡平说,另外今天的中国和17年前,加入W2时相比,经济实力有很大增长,可以自己建立一套体系,与PPP相抗衡, 所以就算美国重新加入PPP,会带来时,魔后果还不好说,另外川普的讲话也表示,美国并不是要采取孤立主义, 美国仍然演绎在国际贸易中,扮演领导角色,胡平认为,这对美国来说,需要建立新的贸易体系和规则,这是很重要的,所以是值得肯定的, 主持人许波说,川普向来一口无遮拦著称,但观察人士普遍认为,最近彬彬挑战,北京恐怕不是他率性而为,而是有深刻的战略背景, 上星期,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开反悔,当年支持中国加入WTO市的口,错误的RDQUO,说明美国,有可能要在经贸战线队,北京采取行动, 当年海外许多命运人士加入了抵制中国加入WTO的行列,您怎么看当年美国对中国的支持,以及今天的反悔? 胡平表示,当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和之前,同意给中,国最惠国待遇是相关的,美国的原则是,给一个共产主义国家,最惠国待遇,条件是允许自由移民, 1979年卡特总统就向邓小平提出过这个要求,邓小平满口答应,六四之后,有人游说美国政府,将最惠国,待遇,和人权问题挂钩,取得了一些成果, 每年讨论是否给予最惠国待遇的时候,中国就会做一些姿态,比如提前释放政治犯等, 于是美国政府就延续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,1992年大选时,候选人柯林顿本来,大力主张,最惠国待遇,于人,全问题挂钩,但当选后,不到两年,他就主张这两个问题脱钩, 到2001年美国政府又支持中国加入BTO,这是因为中,国有巨大的市场,和廉价劳动力,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很大的诱惑, 另外也是美国政府假定经济发展,经济自由化,可以导致政治发展,政治自由化,但显然这对中国并不是用, 主持人许波说,新年一时,川普政府就向中国砍出三板斧,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关税等实际措施, 有人担心美中贸易摩擦加剧,甚至贸易战有可能一触即发,胡先生,您有这样的担心吗? 胡平,川普从去年上任之初就摆好了于中,国大贸易战的架势,去年因为种种原因没打起来, 今年在所难免,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发表,文章LDQUO, 特朗普,你变了LDQUO,表明中国政府也在为贸易战做准备,但同时不希望贸易战延烧到其他领域, 希望美中之间,保持LDQUO,斗而不破LDQUO,的关系, RSPIDGO等于WIDOW,ADSBYGOGOGLE, BUSH,胡平说,美国经济实力超过中国,所以打起贸易战来,美国手里的牌更多, 但中国的承受能力可能更强,因为专制国家的政府,比较,容易把打贸易战,造成的国内的不满压下去, 而美国是个民主国家,如果川普的措施,短期内不见成效,造成群体利益受损害, 可能选民会投反对票,让川普的政策无法继续下去, 所以我认为,美国要打好贸易战,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要打好人权牌,如果只打贸易战, 中国政府很容易煽动国内的爱国主义情绪,但如果同时打人权牌,能让中国人知道, 这种做法,是为改进中国人的权利,尤其是对下层劳工权利有好处, 那么中国政府就很难再做文章, Retco过去一年,川普倡导Retco,美国有先Retco外界普遍认为, 他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,而习近平去年在达沃斯的演讲, 把自己塑造成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和领导人, 现在川普指责中国从事LDQUO,掠夺性贸, 一Retco攻击中国,是Retco国家,计划经济Retco, 您觉得他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吗? 北京学者张立凡说LDQUO,我估计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, 实际上去年习先生在达沃斯,又取代美国,在国际经济上的领导地位, 现在来看,今年习先生非常微妙的缺席, 川普成为肠上主要的发言者,各领风骚,Retco, 川普现在想用他的美国欧先来匹配中国梦, 国内一般讲中国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, 但是如果说中国是国家计划经济, 离苏联市的国家计划经济还相距甚远, 从特质上来看,虽然刘鹤今年的讲话强调, 一个总要求,一条主线,三大工薪战,强调体质改革等等, 但总体来讲刘鹤讲话,和川普讲话对比来看, 刘鹤还是强调顶层设计,这种计划经济的影子, 仍然在晃动,而川普就没有讲这些, 川普主要讲的是美国的发展, 但是,没有像中国官员讲,所谓的党领导经济, 张立凡说,计划经济,可以总结为生产时模, 怎么生产和为谁生产,是由政府决定的, 这是计划经济的主要特质, 政府控制了一切,而私人企业的自由空间是非常小的, 而完全的市场经济是要私人经济站主导, 减少国有企业使市场价格自由化, 减少行政干预让投资自由化, 减少行政审批让外汇自由化, 汇率要浮动,还有贸易的自由化, 在这几个特质来看, 我,觉得中国显然还,不足以成为一个, 所谓是常经济的国家, 那么,对于上台一时就签署行政命令, 宣布撤回TPP谈判的川普来说, 做出这种改变立场的决定是很艰难的, 甚至在某处程度上,来说是尴尬的, 那么他为时模还要这样做, 北京学者张立凡说LDQUO, 我觉得这是有实际的需要, TPP对于的制约是比较大的, 以前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, 我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, 原来是大家建了一个微信群叫WTO, 中国在WTO这个微信群里, 是只利用规则的好处, 抢红包, 但是并不真正遵守规则, 所以奥巴马就另外建了一个微信群, 把主要成员拉到了另一个微信群, 就是TPP, article article